经过多重关卡,今年7月初,国安告知,如果我想到加拿大升学,还有一个条件,跟我们回大陆,即是由香港警务署国安署人员陪同和保护到中国大陆,国安会安排跟我一起申请回响证,然后一起到深圳一日,完成行程之后,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,我只需在大学假期的时候,回港报到就可以了。 我知道在国安面前,其实我没有拒绝权力,同时,万一有什么事,我就是主动送中了,那段期间,心中一直非常恐惧,生怕所有的事都会是自己的最后。 8月某日,我便在5名香港国安人员的陪同下,到了中国大陆,那天我们一早出发,我拿着刚申请到的回乡证过境,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,竟然是到中国大陆, 但如果能顺利回港,国安会否旅行承诺交还护照,也是未知之数,心情很复杂。 当日,除了某些吃喝玩乐的行程,我还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,了解中国和共产党的发展, 以及历代领导人的飞煌成就,之后,我亦被安排到腾讯总部,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。 坦白说,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,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,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狱,限制出入境自由, 还要求已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。这些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? 整个行程中,虽然没有安排面见任何官员党员,也没有接受公安部盘问,但我感觉到自己全程是一直被监视的。 陪同我的国安署人员,曾经与当地的对口单位交投接语,在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和腾讯总部这些重点行程时, 我亦有被要求和展览的登商Local打卡合照。 随行的深圳人司机也不断拍下我的照片,若我一直保持沉默,那些照片或许会有日成为我爱国的证据。 那种恐惧就是如此有形的。不少香港人会不想消费月落,而我却是被逼到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,这只让我感到非常讽刺。 回到香港,我再次被国安要求写下,感谢警方安排,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信件。 这些亲笔信件,我想那几个月来我写过好几封。 最后,我在九月中,顺利离开香港到加拿大多伦多性学,而护照是在出发前一天才收到的。 不知不觉间,我已经来了差不多三个月,第一学期将快要完结了。 而我想告诉大家,原定我要在十二月底回到香港,就国安法向警方报导。 经过深思熟虑,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,自身安全,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,我决定不回去报导,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。 主要原因是,如果我回去报导,国安即使不拘捕或收回护照,也很可能会像以前那样,提出一些条件和进行密码。 而我需要满足他们才能够回到加拿大。 即使十二月底,他们不是这样做,下年我再回香港的时候, 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加严峻,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,禁止我出境。 我不想再被迫做,不想做的事,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。 这样下去,即使我人身安全,身体和心理也会崩溃。 我并不是最初便有这样的打算。 还在香港的时候,我完全没有思考过,会否回港的问题。 就连自己能否顺利出境,也不清楚的情况下, 我根本没有甚至思考再以后的事。 可以到外国留学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来到加拿大安顿之后,我才慢慢开始思考十二月的事。 在得出答案之前,我还买了十二月回港的机票。 所以,如果有人要说我处心积累欺骗国安,那绝对是错的事实。 这几年轻身感受到,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。 将来还有很多未知。 但可以知道的是,我终于不容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, 也可以说想说的话,做想做的事。 在加拿大学习和疗伤的同时,也希望能重拾过去因情绪病 和种种压力而放下了的兴趣,好好建立属于自己的节奏, 自由离之不宜,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。 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,关心自己,爱自己的人。 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,好好拥抱彼此。 此后,不容认为,关心整的东西 来了。 感谢观看